如果你想要回去再复习的话,请各位到云端上面,记得要找到教学论坛 你就申请加进来,记得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 加进来以后的话,每次上课的影片都会放在这边,会有完整的连结 回去的话你就把每次上课,因为说真的,每个地方 你会发现,虽然上个礼拜讲的看起来没有很多,但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每个地方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特别注意到的话,那你后面就会出错了 其实说真的,我是觉得像这种专业,倒也没什么太大的诀窍 就是不要出错,很多东西不要出错都做得出来 像Power BI也是一样 像我也是今天,因为学校办研习,我就参加一下 而且参加完之后马上要考试 而且考试全部,我去卷南的地方是什么 全部的考题,我们使用的界面都中文的 就要考试题目全部都英文的 所以我发现,而且他虽然有考古题啦 可是我发现我花最多时间都在读英文 因为考试全部都英文,全英文的 所以最累的是读英文 现在意识都知道,但问题你要把那个 平常你比较 有一段时间又没有特别去读英文 不过还好就是说因为电脑的环境里面的那个英文都是属于 都会有keyword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不一定要全部把它 从头彻底彻尾,彻头彻尾看完,你就看keyword 特别之后你不要从头到尾看完,看完你反正看不懂 你要把关键的那个keyword要抓住,做出你要的这些相关效果 做对了就ok了,所以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上课把它录下来 然后你回去尽量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去把它反复的再练习过 像要把这东西学会,第一个不要出错,第二个要很熟练 反正你如果可以抓这两点,基本上应该大致上 将来你要应用就比较没有问题 但如果第一个你可能你就是不熟练 你不熟练那你打开就开始在那边想 下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要干嘛,下一个步骤怎么做 那当然你就用不熟了,第二个的话不能出错 所以开始写成说不要错 如果这两点都克服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写起程式来,或者不管用哪个工具 其实都是很愉快的经验的 但是呢,有时候说这样,人不是神哪有可能什么都记得 所以你忘记怎么办,请你把影片打开好了 再重新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忘嘛,总部可能说你自己做过一遍之后 你几个月之后全部都很熟悉记起来 不可能啦,我自己都会忘记了 所以有的时候,即便我做过了,我做会了 我还是把它录下来,给我自己未来看 因为我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忘记啦 因为我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忘记啦 像有些专案,我即便乱完,我写完了 我还是会忘记啦,那怎么办 以后如果客户问我,那什么什么地方,如果出现错误的话 那怎么办,我就把我以前做一遍的那个影片 自己把它调出来,然后再看一下 然后我大概知道,原来那地方要怎么设定 不然的话喔,真的很难,很花时间 有的时候你光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要卡一整天 还做不出来,就很挫折感,很挫败 但你会的话,那其实说真的就这样就过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啦,倒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喔 在那种,其实说真的它根本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问题是你很多人就是为了那一点点地方 就是会跨不过去啦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跟各位讲喔 可以配合影片喔 第二个的话呢,云端白板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云端白板上面呢 如果像上个礼拜的程式喔 像我们已经讲到基本语法 基本语法里面有讲到那个成年未成年有没有 像这一段程式嘛 如果上个礼拜假设不太会写的话 你就怎么样 先 很简单嘛,这一段喔 至少你要会的嘛 第一个 在专案 这个test是专案 SRC 有没有 那以后如果你要新增 再写另外一支程式的话 假设我上个礼拜写H 如果这H你们没有 OK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出现 像你上个礼拜还没写到 那怎么办 没关系,按右键 New New之后的话你可以order 然后呢 就写一个什么 module 有没有 那module的话呢 名称也许叫H好了 或者叫年 这打中文打英文都没关系 然后呢 你就finish name打上去喔 记得new module 打name package保持空白 finish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这个template 按cancel 然后呢 你如果假设你写得比较慢的东西 你就Ctrl C 对吧 至少的话你可以把Ctrl V把它贴上 那你就有写好的程式 OK 然后你再把它run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一半run 比如说起初年龄嘛 16岁 那他跑跑跑跑 是小于 他会先跑到这边 小于18嘛 所以他会print未成年就出来了 OK 但是呢 不是那么简单啦 但至少我云端上面有程式 如果你把它贴上之后 请你run完之后呢 有一个印象 然后大概了解之后呢 请你就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来的话呢 请你就是把它从头到尾 再写过 而且不能出错 这当然 你好老师 那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怎么办 我没关系 至少你 你不要全部delete了啦 你就delete的部分也可以啦 delete的这些嘛 OK 或者是 部分的做delete 然后部分的再key也可以啦 反正这 练习的部分 就可能看各位愿意花多少时间 反正 你要把这个工具学好 去明别的诀窍 两点 第一点 一定要正确 第二点 一定要熟练 如果你可以正确又熟练的话 那基本上啊 这个工具基本上就掌握大半了 那如果接下来啊 请各位把这一集做变化 其实工作里面很多啦 就是做一些资料的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啊 因为最近期末考试 我最近也在改学院成绩 然后改学院成绩还好我 这方面啊 还算在啊 所以我 在算成绩 应该比其他老师啊 花的时间会少很多啦 可是虽然再少 可是还是 还是要想一些方法 让这个效率提高 所以呢 也许写一个程式 什么程式呢 将来如果说 因为输出到系统里面 可能要 要是用ABCD的平等 不能用 不能用那个几分哦 那假如学校规定 你将来输入的是ABC 规定就是 80分以上给A 然后70分到79分 就是B 然后60 69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如果今天我用Python来写 该怎么写 其实啊 这边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 这个地方 H拿来改就好了 那我大概讲一下怎么改了 第一个你 一样要先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这个module 所以一样哦 module 然后net 那名称的话 也许你给他一个 叫什么成绩好了 反正这个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都可以 OK啊 假设我要写一个module名称叫 这个成绩 然后按finish 一样呢把它cancel掉 所以以后的固定流程 对啊 那可是程式那么长 我怎么写啊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Ctrl C 对哦 把这一段拿来贴到这边来 那其实改一下嘛就好了嘛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成绩 OK哦 然后呢 if什么呢 所以哦 关键在这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由A到D的话 理论上哦 当然这地方我就不要用H 这个名称 H改成年龄 那全部取代 刚才把它改成另外叫score 或者干脆叫A好了 如果你要全部改成A的话 你就Ctrl加F CtrlF呢 就快速键啦 就寻找 或者我记得CtrlF应该 也可以从edit里面什么 好像也可以找到fine 应该它那个叫什么 fine fine replay啦 就是CtrlF啦 那我把H改成什么 你把它选取 把它全部改成A算了 因为有时候变数名称 你要慢慢改 它要花时间 你就利用这个方法 把它全部replace replace all 好啊 全部H的变数名称就叫A 好 然后按close 请输入成绩 那如果是A的话呢 那就什么 如果当它的成绩是什么 嗯 要什么 小于100分以下 对不对 100分 空一格嘛 and 而且呢 A这个值呢 它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A嘛 OK 那AOIF就反 就是这个第一个条件A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其次啦 首先其次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什么 它应该是大于 应该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70 对啊 然后呢 如果再小于 小于等于79 或者是小于80 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逻辑自己可以定 因为我讲过啦 这种叙述方法 好你只要习惯之后 你很口语化 那这边就是B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C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它改成60 对吧 大于等于60 而且要小于等于69 对啊 那就是C了 OK 那反思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D了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成绩的逻辑判断就写完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叙述啦 所以啊 剩下来请各位就是要熟悉几点 第一点如何做input的资料 放到一个变数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做所谓的多层次多重的逻辑判断 OK 然后呢 再把它run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假设学生的成绩是86分 那应该是A 没错 假如是学生成绩是58分的话 Enter那应该是D 有没有 OK 那当然啊 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教到 就是说资料大量进来怎么办 目前的话就只有一笔资料一个结果 一笔资料一个结果 那后面的话 就会慢慢教各位 如果外部有大量资料 比如说从档案过来的 或者是从资料库过来 从网路过来 从云端过来 从任何一个地方过来 那会有大量资料的话 那你需要什么 再跑一个回圈 那所用的回圈就是重复把它带进来 然后重复的处理完 然后把结果再存到也许资料库里面 或者存到Excel里面 那就符合我们要的需求了 OK 然后最后也许再做统计分析 然后就做出报表出来 然后一起全部都把它做完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成绩很快可以算完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 那个上礼拜这个Edge有没有 这个把它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的第二单元的 第几页呢 第六页的地方 这边有 然后呢 试着利用这个 第六页的 这一个范例 现在稍微Run一下 了解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模组 记得按右键 New什么 New这个Other 这个Module 反正以后的话 记得啦 就是直接都从这边就可以了 SRC按右键 然后呢Module 然后就可以 每次每次的建模组就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所以啊 再来就是慢慢要熟练 就是熟悉这个环境 反正你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不断不断的 以后的话就是在你的专案里面 第一步一定要建你的这个SRC 所以一定要create一个RC的资料夹 然后在SRC上按右键 你就可以New那个新增那个Module 反正以后程式就写在Module里面 然后呢 你再去Run它 这样就OK了 所以大体上 这样的流程 就足够我们大部分的那个Python的程式撰写了 OK 试一下 点赞 然后 好 好 好